大家好,我是玫瑰小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经典凉拌下韭菜洋葱拌木耳的做法 口感清脆爽口,开胃解腻又好吃 下面来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盆里放入小把的干木耳 然后加入凉水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把干木耳泡开 用凉水泡的木耳口感才会更好 然后准备一个洗干净的洋葱 先将洋葱对半切开 把中间的洋葱芯取出来切一点 这个洋葱芯一会要用到 切洋葱的时候有些辣眼睛 把洋葱放入盆里面 往盆里倒入凉水浸泡两分钟 这样切洋葱的时候就不会辣眼睛了 现在正是吃新鲜核桃的季节 这种新鲜的核桃很容易就可以买到 核桃仁挖出来后把外面的皮剥掉 只要里面的新鲜核桃仁 这个能吃吗 现在核桃仁全部剥好了 放入碗里备用 洋葱泡好后拿出来 然后把洋葱全部切成稍微粗一些的丝 切半个洋葱就可以了 再准备需要的配菜 准备一个洗干净的红椒 把红椒切成片 两个小米椒切成小圈 增加辣度 再准备几个大蒜用刀拍扁 全部切成蒜末备用 准备一小把香菜 香菜根切来备用 其余的切小段 准备一把小葱也切成段 锅里倒入稍微多点的油 油温热的时候 倒入洋葱心 香菜根和葱蛋进去 咱们熬个葱油 用小火慢慢的炸出里面的香味 一直将它们炸到颜色焦黄 香味炸出来后就可以了 然后把锅里的葱段 洋葱和香菜根挑出来 然后将油温升高后关火 咱们这个葱油就熬好了 熬好的葱油用途很广 不管是做菜还是做面食 都可以用 这会木耳泡好了 将木耳上的尘土冲洗干净 泡好的木耳呢 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一定要倒入开水锅里 把木耳煮熟 煮大约2分钟 再倒入切好的红椒 再倒入切好的红椒 继续焯水 红椒烫至断生后关火 全部捞出来过凉水 控干水分备用 下来开始调味 往盆里加入洋葱丝 加入木耳和红椒 再加入新鲜的核桃仁 加入香菜小米椒和蒜末进去 往里面加入盐 加一小勺的鸡精 加稍微多点的醋 加一勺刚才熬好的葱油 再加入几滴香油进去 用筷子搅拌均匀 不需要过多的调料 搅拌均匀后 就可以装盘开吃了 好了 咱们这个洋葱拌木耳核桃仁就做好了 脆嫩的木耳搭配清脆爽口解腻的洋葱 还拌有新鲜的核桃仁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下酒解腻两拌菜 趁着中秋聚会赶紧试一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点赞、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